小米的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周NEXT的视频看得开心吗? 很快我们又会带来小米平板4的上手评测 但是在那之前先来聊一聊本周的各种科技新闻事吧 这周最重磅的新闻莫过于小米上市了 7月9日 小米率超过700人前往港交所名罗 早上七点刚过 港交所门口就排泄了长龙 其中光是小米的员工就来了超过200人 可谓声势浩大 小米这次IPO的价格定在了17港元 净筹239.75亿港元 光是李嘉诚、马云、马化腾三人 认购小米的份额就超过了2.3亿美元 虽然小米在上市首日急遭破发 开盘跌去2.35% 但是第二天就大涨13.1% 形势大好 就连雷军都忍不住发微博庆祝 称这两天就像一场梦一样 各位米粉 小米的股票可都是现货 你说这年轻人的第一只股票还不用抢购 你们确定不来支持一下吗? 打住打住 港股50万入场费 哎呀 去去50万而已啦 买几台爱影精灵就有了嘛 伴随着小米这次的上市 几位高管的身价都超过了10亿美元 其中雷军由于持有小米29%的股权 身价大幅增加 目前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56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77位了 此外一些早期的投资者也收获颇风 比如说小米拿到了第一笔投资 放到今天来看回报已经高达866倍了 但是尽管如此 此还是有专家给出了警示 说小米早在4年前就已经达到了450亿美元的规模了 如今上市估值也不过才543亿美元 4年以来没涨多少嘛 前景依然是令人堪忧的 造成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又归咎于小米15年和16年的持续低迷 当时为了挽救小米的颓势 雷军亲自出马拨乱反正 总算是把小米救了回来 经历过这次危机之后 除了业务更加清晰有序之外 我们也能明显看到小米在产品上更加谨慎了 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聊过小米的中庸之道 不如壮年的小米越发的成熟了 已经很难看到当初那种青春劲了 这对于我们发烧友来说恐怕是有点伤感的 确实很多当年割舍不掉的情节 如今不得不被抛弃了 但是对于小米来说 中庸和成熟显然是一件好事 不信?你看看小米8嘛 就算我们再多人喷这台iPhone X Plus 你看看人家的销量 18天过百万台就问你服不服 营销上的事情 我们这些发烧友肯定是最不懂的 你看我们怎么想到 这个世界上居然还会有人觉得 导航是个超酷的功能 我把你这句话录下来放微博上 再加几个无疑反的女粉 岂不美瞻 再下输了 再下输了 不多说了 也不能说太绝对嘛 买小米8的人除了迷妹之外 肯定也有真相等了 毕竟这个价位的手机还能怎么不服呢? 不服 跑个分 还是真相咯 懂你的 当然就算我们再喊小米变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小米的高端机 还是有些希望的 比如说这两天就有一次小米MIX3的叠照曝光 看起来有点像砍掉了下巴的MIX2 四边窄边空至少正面的颜值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小米真的把MIX3做成这个样子 那我当然是选择原谅它了 对吧 那么关于小米这次上市 我还是想问问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好小米吗? 把你的选择发出来告诉我你的看法 虽然我是一个锁粉 但是抛开游戏机不谈 我还是可以好好跟软粉们说话的 只不过我仔细想了想 微软自家的硬件产品线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什么大动静了 除了那些被砍掉的玩意儿 微软最近一次的重磅产品 Surface Hub 2 还不知道要在PPT上待多久呢? 所以当我们办公室里的几位软粉 听说Surface Go正式发布的时候 真的是老泪纵横 在Surface 3推出了足足三年之后 微软终于为我们带来了廉价平板的续作 Surface Go Surface Go非常像一台缩小版的Surface Pro 同样搭载了磁吸充电口 同样支持165度无极弯折的支架 就连机身边角的圆润弧度都如出一辙 除了尺寸之外 外观上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跑马的边框 以及移除了标准的USB接口 这个很难受 而且Surface Go就连硬件配置上也在向Surface Pro靠近了 之前Surface 3大家还记得了 ATOM处理器搭配2G或4G内存 硬盘还是1MMC的 简直就是在侮辱Surface一词 但是这次Surface Go搭载上了黄金奔腾4415i处理器 根据之前泄露的跑分来看 这颗芯片的性能只比i5-7Y54要稍微低那么10% 可能还未必比现在Surface Pro低配版所搭载的酷睿M3要弱 内存终于可以选配4G或8G了 SSD也终于用上了NVMe 这样一台廉价Surface才不至于显得太廉价 终于也可以胜任像PS这样稍微大型一点的工作了 并且Surface Go的起价也只有399美元 放到国内应该还是3000元价位 其实仔细想想三四千价位这种轻薄办公本 好像选择还真的不太多 如果我们只看行货的话 主流品牌里面除了小米Air12之外 也就打折之后的MagicBook 还有D-Play Surface Pro还比较值得推荐了 所以我感觉Surface Go可能会成为学生党和职场信任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于Surface Go的上手你们想不想看呢? 虽然应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尝试的哟 关于新显卡 之前已经有不少GTX1180的消息了 而如今主流级别的GTX1160也逐渐浮出水面了 据悉1160会把显存升级到GDDR6 在192位位宽下显存的速度可以获得60%的提升 新的1160也会采用12nm制程以及图灵架构 并且据说可能会主攻笔记本市场 看来1160能耗表现还不错 11系卡真正和我们见面 应该是要等到9月份甚至10月份 但是NV显然早早就准备好这些新卡了 据悉NV目前已经准备好了大约100万枚新的GPU 可以说是万事之备只欠东风了 之前我们也问过大家对于1180的意见 好像大家都觉得1180可能会比较接近于1080Ti 那我现在问问大家对于1160大家会觉得是个什么样的性能呢? 你觉得1160的性能会接近GTX 1070吗? 还是觉得这可能会介于1070和1080之间呢? 甚至于你觉得它会超过1080呢? 把你的答案发出来告诉我你的看法 你还记得童年的小霸王游戏机吗? 现在这个哥们又要回来了 目前小霸王已经宣布会在今年的Channel Joy期间 发布小霸王和一家 这个游戏机会由人宝代工采用AMD的独占定制芯片 在同一块芯片上集成了CPU和GPU 看来用的是APU没跑了 然后搭载的是… Win10系统 哎呀做整机就直说嘛 最搞笑的是小霸王官方并没有给这个平台起名游戏机 而是叫做Z家教育娱乐硬件平台 哎呀这个教育二字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你说这都8102年了 怎么卖游戏机还需要拿教育来当挡箭牌吗? 而且你知道吗? 上一个做游戏机的国产厂商已经被淹没在玩家们兔的坛里了 小霸王真的准备好再躺一次浑水了吗? 不过从目前的一些新闻来看 小霸王这次重生也许还算是有点干货 就在前几天小霸王宣布 推出过尘埃加ID和F1系列的著名英国赛车游戏厂商Codemaster 将会为小霸王新主机带来一款独占的赛车游戏Unrush 据说这款游戏的门槛会比较低 相比C社以往的硬核拟针风格Unrush会更加电竞化 诶?居然还能请到独占游戏 看来还是有点来头的 而且对于买小霸王的玩家来说 就算这个生态没做起来 其实也没啥损失 至少还能当成一台Win10的PC来用 不至于沦落为一个电视盒子 那么从这几点来讲 我还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 如果小霸王这次的重生真的有戏 那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一下的 那么观众朋友们 对于这台看起来有点像PC 但又不全是PC的产品 我不禁想问问你们 你看得好 大载835的Windows PC本吧 一垃圾二垃圾三垃圾四垃圾 把你的答案发出来 告诉我你的看法 目前我们正在着手制作小米平板4的视频 这个小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 你很快就能知道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弯屏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转发收藏 也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微博极客湾官博 还有我们的淘宝新店极客湾数码岗 很多人关心我们这个数码岗里卖的眩龙KPR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 把相关的数据发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如果你正打算买我们这台高性价比的游戏本 那不妨就来看看文章参考一下吧 当然毕竟是王婆卖瓜 我们也只能尽量客观了 如何斟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需求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